接下来咱们来看第二道题目 说奖公司为增值税率的一般纳税人 销售商品适用的增值税率是13% 处置固定的产不动产适用的增值税率为9% 奖公司二毛二二年度发生了相关交易或事项如下 二毛二二年12月31日 奖公司出售电冰箱一批 取得价款总额500万 不含增值税 那我们还得单独去计算增值税 奖公司出售电冰箱时 承诺向客户提供一年的法定质保 并额外赠送三年的服务型质保 这是考我们两种不同的质保 一个是法定性质保 一个是服务型质保 他告诉我们 法定质保是指按照公司服务协议以及法律约定 如果因产品自生这两问题出现需要维修的 则提供免费的修理 赠送的三年服务型质保 是指如果因为客户使用不当 出现需要维修的 奖公司同样提供免费的维修服务 其实这个咱们不说也大概的清楚 咱现在都学的很好 是吧 说以这额外赠送的三年服务型质保服务 可单独出售 单独出售的价格是50万元 甲定这两项维修服务 可以明确区分 一年加三年呀 因为是四年 可以明确区分 奖公司预计提供法定质保时 很可能发生的费用是30万 区分 法定质保和服务型质保 法定质保是根据我们国家三报法规定 您正常的卖颠冰箱 您就得让人家能用一年呀 一年内如果说由于您这个冰箱本身有问题 那你得给人家保修啊 保退保换 是不是 这是国家规定的 它构成单项履业义务吗 是不构成 而服务型质保是相当于额外收钱吗 是可以单独出售的呀 单独出售的价格是50万呀 50万买了多出来三年的质保 这是单独构成一项旅业义务的 那它是需要去分摊我们的交易价 虽然整体我们收了500万 但是这500万宗 其实包含两项旅业义务 一个是销售电冰箱 还有一个就是提供服务型质保 服务型质保 它是需要去分摊交易价格的 以公司为一家电器生产企业 所谓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销售商品适用的增值税率13% 以公司于12月初与假公司签订协议 委托假公司为其销售1000台电视机 这是委托代销 我们现在的会计主体是谁同学呢 我们现在的会计主体是假公司 那假公司它是一个售托方 该商品的售价为每台3000块钱 协同时约定 假公司就按照市价3000元对外销售 所以我们在取得1000台电视机的时候呢 我们要按到预计未来的售价 确认一下虚拟资产 同时确认一下虚拟负债 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吗 不是 它是属于委托方的 而不是我们售托方 因为他说了 未销售完的电视机可退回以公司 以公司每月末 按照假公司当月销售我的5% 支付我们手续费 那也就意味着 我们假公司是一个主要责任人 还是代理人呀 我们是一个代理 在这1000台电视机销售出去之前 虽然放在我们的柜台上 但是这个东西不属于我们 它是属于委托方 我们假公司是一个代理人 签订协议当日 以公司将电视机运到了假公司 我们确认一下虚拟资产 同时确认虚拟负债 至12月底 假公司供对外销售800台电视机 便向以公司开出代销清单 我们开出代销清单了 那么以公司它就可以确认800台的销售收入了 而在这之前 它把电视机放在我们的柜台上 它能确认收入吗 不能 没有卖出去 这个东西还是它的 只有我们卖出去了 给它开了代销清单了 它才能确认收入 同时需要向我们支付5%的手续费 当日收到以公司结算的手续费 假定不考虑代销劳务收入增值税因素的影响 也就是说 我们考虑这个电视机的增值税 但是不考虑我们代销的增值税 赶公司作为社会资本方 负责当地一座跨江大桥的建设 运营和维护 根据PPP项目合同约定 PPP项目合同期限是10年 其中项目建设期是2年 运营期是8年 合起来10年 假公司有权在运营期内 也就是这8年内 想通行该大桥的车辆收取通行费 政府不对未来能够收取的车辆通行费 或者通过的车流量提供保证 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假公司 未来能收多少钱 固定吗 不固定 我们现在知道吗 也不知道 我们有了一项收费的权利 未来能收多少钱 不知道 所以这是我们学习的 PPP项目合同的三种模式中的哪一种 是 无形资产 模式 运营期满后 假公司将PPP项目资产 无偿移交给政府方 假公司的上说 建造服务和运营服务均构成单项旅业义务 均满足在某一时段 券收的条件 假公司从事PPP项目的身份为主要责任人 假设该合同满足PPP项目合同双特征 双控制的条件 假公司预计其提供建造和运营服务的成本 如下较所示 二某二零年 它是七月份开始的 所以建造服务 它相当于后半年 发生成本是 两千万 二某二一年是全年 发生建造服务是 四千万 二某二二年 那前半年是建造期 后半年是运营期 前半年建造期发生成本 两千 后半年的运营期发生成本是四十 这个成本中 包括材料成本和人工成本 都是在百分之五十 那下 假公司从事该PPP项目的资金 全部来源于一般借款 该项借款于二某二零年七月一日介入 期限是两年 借款年利率为百分之六点七 每半年复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 那也就意味着利息的话 我们应该确认 应付利息了 假公司采用成本加成法 确定建造服务的单独售价和交易价格 考虑市场情况 行业平均毛利水平等因素之后 估计建造服务的成本利润率为百分之五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根据所发生的成本金额 来计算确定我们的收入了呀 它就等于成本乘以一加成本利润率百分之五 是吧 假公司在二某二年下半年 那二某二年下半年就是运营期的第一年的上半年 是不是 第一个半年 实际车流量收取的通行费是九百万 以后年度呢 就没有说了 合同期间的相关建造服务成本 运营服务成本现金额均在期末发生 接下来看一看它是怎么考察我们的 第一个 根据资料一 分别判断假公司提供的保修服务 是否应确认收入 并说明理由 编制假公司与销售商品 以及提供维修服务相关的会计分录 资料一 朋友们还记得吧 我们假公司出售了一批电冰箱 在出售电冰箱的时候呢 承诺向客户提供一年的法定型质保 和三年的服务型质保 法定型质保 它是和销售商品一起构成一项利润义务 而服务型质保 它是构成单项利润义务的 所以在这里包含两项履业义务 对于服务型质保 我们应该是在履行履业义务是存收入 而对于法定型质保呢 我们现在应该按照获有事项准则 具体预计负债 我们来看应该如何回答 说假公司额外赠送的服务型质保 应于实际旅行维修业义务时存收入 而提供的法定型质保呢 不需要确认收入 理由是什么 因为额外赠送的服务型质保服务 预约销售是可以明确区分的 它是构成单项利润义务的 这是财分店 应该履行利润义务时存收入 而法定质保呢 它不属于企业为保证所受商品符合 极定标准之外所提供的单独服务 它不属于单项利润义务 应当按照或有事项的相关要求 去进行处理 来看咱们处理 借银行存款我们收到多少钱 是一个含税价 不含税的是500再乘以1加13% 所以含税价是565 直接确认相关的增值税 应交税费应交增税消消税额65 那剩余的500就是我们收到的价款呀 它包含两项履业义务 第一个就是销售商品 我们现在就卖了 我们要确认主营业务收入 而第二个呢是服务性质保 服务性质保是未来我们承诺的期限内 我们履行了我们的履业义务 那再存收入 所以现在应该先去认为合同负债 那这两项履业义务 要分摊交价个500万 怎么分摊呀 按照他们两个的公允价值比例 去进行分摊 分摊这500万 对于销售商品 所分摊的是500除以500加50 而服务性质保做分摊的是50除以500加50 按照两个比例分摊 两个履业义务最终得到金额 对于销售商品 我们确认主要有收454.5 而对于服务性质保 我们先确认为合同负债 未来再将其转做主营业务收入 这是服务性质保 它要分摊交价格的 而对于法定性质保呢 我们现在是按照 或有事项的诊则去进行处理的 因为我们预计 未来会花多少钱呀 预计未来提供 法定质保会发上的费用是30万 所以我们现在要寄贴30万的预计负债 同时记住到销售费用中去 30万就可以 这块呢 咱们把服务性质保和法定性质保 给大家区分一下 服务性质保 它是作为一项履约义务的 你可以向客户销售更长的年限 提供更长年限的保修质保服务呀 它是没有法定要求的 保证期限越长 我们未来履行履约义务 其实也就意味着越多 我们要收费的这个价款呢 其实也就更高啊 质量保证期限越长 越可能是单向履约义务 那我们在销售商品的时候 我们可以承诺这项服务 也可以不承诺 如果承诺的话 就需要去分担交易价格 如果不承诺的话 那就没有这事了 是不是 我们可以履行 也可以不履行 账务助理 我们收到银行存款 然后我们在没有履行之前 先准备合同负债 这是服务性质 跟它对应着的 法定性质保 也叫保证性质保 它是根据国家三保法规定 你给人卖了一个电冰箱 那它就得能正常 它得试一个电冰箱 对吧 它是有法定要求的 通常情况下 保证期限呢 是比较短的 我们是必须履行的 没有给你商家选择的权限 比如说企业负责运缩 被客户退回的瑕疵商品 你是必须要履行的 它是不构成单向人物的 所以我们是按照 或有事项的规定来进行处理的 我们在销售的时候 要去考虑保证期内 未来我们要发生多少支出呀 去预计负债 同时进入到销售费用组讯 它们两个有区别 第二问 根据资料二 判断假公司在销售电视机的业务中 属于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 计算假公司二某二二年12月英尘的收入 并编制与销售电视机相关的会计份楼 资料二 还记得吗 我们假公司是一个受托方 我们是代理公司来销售它的电视机的 我们是一个代理人 因为没有销售完的电视机 我们可以退回给义公司呀 还是他 义公司按照我们销售额的5%支付给我们手续费 他今年给了我们1000台 但是呢 我们只对外销售了800台 所以我们能拿到的手续费 就是以800台为基础来进行计算 我们来看 先说假公司是一个代理人 我们今年卖了800台 一台呢 是3000块钱 把它转换为以万元为单位的出一万 然后呢 乘以5% 这就是我们能够拿到的手续费 12万 我们应该取收入 就仅仅是这12万 而对于我们卖的价款 这个是要给委托方的 这不是我们的手 来看账户里 我们收到了1000台电视机 他放在我们的柜台上 让我们给他销售 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吗 不是 是委托方 可是放在我们的柜台上呀 我们要方便管理 我们要计账 怎么办呢 我们确认一项趋拟资产 这是趋拟资产 它不是我们的 即售托代销商品 是按照未来的售价来进行确认的 多少钱呀 1000台 每台未来往外卖 是卖3000块钱 我们把它转换为 以万元为单位的 那也就是 我们拿了人家的东西 虽然不属于我们 放在我们的柜台上 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呢 值300万 我们确认一项 虚拟资产 借售托代销商品 300万 同时呢 我们再确认一项 虚拟负债 也是300万 那东西不属于我们 我们贷售托代销商品款 300万 接下来 我们实际销售商品是 我们卖了多少 我们卖了800台呀 卖了800台 我们要贷售托代销商品 要把这个虚拟资产 给它充掉 800台 每台是3000块钱 转换为以万元为单位的 除以一万 所以我们充减售托代销商品 是240万 同时我们要确认销上税额 但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销上税额 那就是 240乘以增值税水率 借银行存款 这是我们收到的 含税的价款 271.2 我们充减了虚拟资产 同时我们还需要去充减 虚拟负债 我们应该借售托代销商品款 跟他的金额是一样的 也是240 同时我们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是进账者 他俩是一样的 一进一销 我们此处是没有增值税 那是一用 然后带应付账款 是271.2 这个是什么 这是我们把800台卖掉以后 我们从消费者那里收到的钱 是归随我们吗 不是 我们应该给委托房的 因为我们是带人在销售东西 所以我们要确认一个应付账款 接下来就是结算货款 我们应该把 这么多钱都给人家 271.2万 但是呢 他还得给我们什么 他得给我们手续费呀 不是付我们5%的手续费吗 最开始咱们已经算了 5%的手续费 应该给我们12万 对吧 所以这12万 我们还用给人家吗 你看 本来是我们要给人家271.2 然后他再给我们12万 对吧 所以呢 所以我们直接给他一个差额就可以了 这12万 我给他 他再给我 那我就不用给 所以我直接给他259.2万 那这12万呢 那这12万呢 是我 我们劝收入 是吧 这道题呢 他没有让我们考虑我们代销的增值税 如果再去考虑代销的增值税的话呢 这块再加一个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那就是销上税额了 他没有让我们考虑 那我们就不用管 这是整个受托代销的业务 咱们把收取手续费方式委托代销 关于委托方和受托方的快处理 整体给大家梳理一下啊 首先是交付商品室 他交付给我们1000台 委托方这边 下座 那你想对于他而言 他的东西放在了受托方的柜台上 他要充减他的库存商品 借什么呢 借发出商品 发出商品这还是委托方的存货 还是他的 只不过是放在我们的柜台上 所以他叫发出商品 而我们这边呢 受托方 我们是要增加一个虚拟的赞 借受托代销商品 这是他的售价 而左边的库存商品和发出商品 是对于委托方而言的成本价 双方的金额是不一样的啊 然后 然后 受托代销商品款 这是一项 虚拟负债 按照售价来的 接下来 我们 受托方 销售了商品 那么 委托方就收到代销清单 他这边是要确认收入的 借应收账款 就是我们卖了 我们得把卖的价款给他呀 所以他要借应收账款 带主用收入 应交税费 应交增的税 销上税费 同时 节转组营业务成本 那就不是带库存商品了 因为他已经把库存商品 节转到发出商品 所以应该带发出商品 这是委托方这边 再看售托方这边 我们从消费者手中 收到银行存款 然后我们要减少我们的虚拟资产 柜台上没了呀 减少薰散 然后带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销上税额 同时减少我们的虚拟负债 借受托代表商品款 然后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建想税额 带应付账款 这个应付账款就是价值合集的金额 它和左边的应收账款是相等 我们应付 它就应收完 接下来就该结算货款和手续费了 我们应该充减上面所确认的应付账款 但是呢 针对手续费的部分 我给它 它再给我 那就不用给了 是不是 我这边直接确认 其他有收入就可以了 而差价呢 我们是需要归还给人家的 需要归还给人家的我们在银行存款 如果我们代销有需要考虑增值税的话 我们再 再一个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销上税 这受托方这边 再来看委托方这边 委托方这边 他要支付给我们5%的手续费 那这5%对于他来说 是他找了一个代销商帮他销售 所以委托方是要记住到销售费用的 像刚才咱们讲的 百度 就到销售费用 他购买了这样一项服务 那如果我们要考虑代销的增值税的话 我们这边是销上税额 他这边就是进上税额 然后 在应收账 为什么是在应收账款 其实因为是原来他确认了一项应收账款 接下来他给我们手续费的时候 这个收的时候就少收点就行了 所以这块是充减了一个应收账款 最后以差价 我们给他 他收到就可以 这是整个 关于委托代销 不管他考虑委托方的账费 还是受托方的账费 你都得费啊 第三问 根据资料三 判断贾公司应采用哪种模式 对该PPP项目合同 进行会计处理并说明理由 编制贾公司在二某二二年相关的会计分入 不需要编制实际偿付利息和本金的分入 因为这两个会计分入太简单了 他就不想让我们那么容易就拿到分 直接告诉你 不用编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 资料三 贾公司与当地政府签订了PPP项目合同 建设一座跨江大桥 然后运营维护 合同期一共是十年 建设期是两年 运营期是八年 我们是二某 二零年七月一日开始建的 所以建设期是到二某二二年的六月三十日 他问我们的是二某二二年的账务处理 那也就意味着二某二二年的前半年是在建设期 后半年是在运营期 他通过这一年就把建设期和运营期的都考到你 还是比较聪明 假公司有权在运营期内 向通行该大桥的车辆收取通行费 但是呢 政府不对我们未来收取的金额提供担保 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能收多少钱 他不管 我们有资格收 但收的金额不确定 所以我们应该按照五行赞模式对这个PPP项目合同进行处理 我们来看怎么回答 假公司应按照五行赞模式进行处理 为什么 这个理由啊 您就可以复制题目中的这些话呀 虽然假公司在运营期间有权向通行车辆收取通行费 但是金额不确定 取决于通行车辆的类型数量等 因此该权利不构成一项无条件收取现金的权利 如果构成一项无条件收取现金的权利 那是金融赞模式 而现在是不构成 所以是无形资产模式 假公司在二亩二年应顺的建造服务收入 那我们应该按照成本加成法去进行计算 他告诉我们 二亩二年前半年建造机发生成本是2000 乘以一加上5%的成本利润率 就可以得到应该顺的收入是2100 接下来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借款利息在建造这个大桥的时候呢 要进行资本化 资本化金额是多少呢 注意我们所发生的支出都是在期末发生的 我们所花的钱都来自于一项一般借款 来看看我们一顾花了多少钱 现在要计算的是二亩二二年的利息资本化的金额 那其实也就是看在二亩二二年之前 这个大桥它占用了多少资金呀 占用的是不是就是前两年所发生的成本支出金额呀 那就是2000加4000这是一般借款 所以拿着所善用的资金金额乘以年利率6.7% 就可以算出来一年的资本化金额 但是我们现在建设期只有二亩二年的上半年 所以我们再除以二就可以得到上半年资本化的金额是201 占用助理代应付利息借TPP借款支出 这个要回算 接下来我们上半年到6月30号建设期就完了呀 我们应该将之前确认的合同资产以及借款利息资本化的金额 转做五行伞 我们应该借五行伞贷合同资产贷PPP借款支出 但是金额是多少呢 需要注意 先来看合同资产是多少 合同资产你回想一下 我们是怎么确认的 是不是在建设期我们每年发生支出的时候 我们是借合同履约成本 带原材料带应付这公司中 然后我们要把合同履约成本转做主营业务成本 我们要确认主营业务收入呢 那是成本加成啊 拿着他们三个乘以一加5% 确认借合同资产带主营业务收入呀 所以我们累计确认的合同资产 就是2000加4000再加2000 乘以一加5%的成本利用力 得到的是8400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PPP借款支出 也就是我们借款利息资本化的金额 刚才咱们算的是二某二年上半年 借款利息资本化的金额是201 除此之外还有吗 还有啊 我们计算二某二二年上半年的借款利息资本化 那是说整个大球 它善用了多少资金乘以年利率 然后再去考虑期限 对吧 那二某二一年有没有这事呀 有啊 你看二某二零年年末发生支出两千万 是不是在二某二一年的全年 这两千万就被这个大桥占用者 所以这两千万在二某二一年的全年 所产生利息就要资本化 那就是两千乘以6.7% 这个二某一是二二年上半年 产生利息资本化的金额 所以合起来一共是335 到二某二年的6月30号 我们应该将合同资产以及这款利息资本化的金额 全部转做无形资产 是8735 这个金额是不太好算的 接下来时间到了下半年 我们进入到了运营期 那我们收钱收了900呀 我们借银行存款贷主营业务收入是900 同时呢 我们运营有成本发生 那一共是40万 这是题目告诉我们的 我们应该借合同履约成本40 带原材料和应付中金筹 各个在一半 同时节短主营有成本 借主营有成本是40 带合同履约成本40 接下来 在运营期内 我们要对之前所称的无形资产进行摊销 应该借主营有成本 在累地摊销 我们一共称的无形资产是8735 我们的运营期呢 是8年 所以在这8年内来经摊销 那今年呢 运营期只有半年 就是二毛二二年的后半年 所以我们再补以二 今年摊销的金额是545.94 借主营有成本带累计摊销 545.94 就可以 这道题考察我们的是 PPP项目合同的无形资模式 那除了无形资模式 还有金融资模式 以及混合模式 咱们都得会 咱们把这三种模式区分一下 无形资产模式 是我们建设这个PPP项目资产 取得的是一项收费的权利 但是收费的金额呢 是不确定的 不确定的 所以我们将其确认为一项 无形资产 而金融资产模式呢 我们同样的是取得一项收费的权利 但是我们有权收取的是 可确定金额的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 所以我们要将其确认为一项 应收款项 并按照金融工具的政策进行快据出 这是第三种混合模式 它其实就是无形资模式和金融模式的混合了 我们有权收取可确定金额的现金 加上不可确定金额的现金 那可确定金额 那就是金融资模式 不可确定的就是无形资模式了 所以是混合模式 我们应当在PPP项目资产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候呢 将相关PPP项目资产的对价金额 或者确定的建造收入金额 超过有权收取可确定金额的现金 差额是认为无形资 这也就是说有权收取的部分 我们确认为金额资产 超过金额资产这个可确定的部分 剩下就是不确定的 那我们确认为无形资产 金额资模式我们就按金额资模式的来 而对于无形资产的 我们就按无形资的模式来 后续一摊销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PPP项目合同 大家要注意 不管它考你哪一个模式 您都应该会 好那么到此为止呢 我们计算分析题就给大家讲完了 大家稍微休息 我们待会儿再来 请不吝点资模式 感谢观看